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画甜甜圈的母亲节 如果你有想画的题材或者想展示的作品 请发到我们的邮箱 我们需要找到三个大小不同的圆圈来画画 我用的是胶带作为大圆圈 一个盖作为中圆圈 和一个硬币作为小圆圈 还有一张横着的A4纸来给我们画画 让我们开始吧 找到纸的中央 把最大的圆圈放在这里 拿一只黑色的笔绕着这个圆圈描一圈 你可以分几次一段一段的给它画上 拿开胶带 我们的第一个圆形就画好了 接着把中等大小的圆盖子拿过来 准备画第二个圆圈 这个圆圈的中心点要跟大圆圈的中心点对齐 然后我们再用笔绕着它不是画一圈 是画半圈停 在这儿留出一个空位 然后继续画下面的半圆形 在左边也要留出一个空位 记住这两个半圆形是分开的哟 画好后你会得到这样两个半圆形 看到了吗 一边有一个小口 最后我们画中间的最小的圆圈 把硬币放在这里 然后绕着它画一圈 这次我们可以画完整的一圈 拿走硬币之后 你会看到三个大小不同的圆圈 它们会帮助我们画甜甜圈妈妈和宝宝 先画甜甜圈妈妈 妈妈当然是画在大圆圈这儿了 我们把她的眼睛画在中间 左边一个小弯线 右边也是一个小弯线 这是她的眼帘 从眼帘往下 画两根小小的直线 注意不要画得太长 弧形连起来 另外一个眼睛也是一样 先画小直线 然后连起来 然后在眼睛里 给她画出一个小小的椭圆 这是眼睛的高光部分 我们在高光的周围 涂黑 加深 因为这是妈妈 所以给她画上两个小睫毛 嘴巴呢 画在眼睛的中间 我们给她画一个弯弯的小嘴巴 因为她很开心 是不是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画她的眉毛呢 我们在眼睛上面呢 给她画两个弯弯的眉毛 这里小朋友们可能要问了 为什么之前第二个圈圈 会留出两个空位呢 原来这里是留着画手的 从空位上画一个小折线下来 下面也是把线折一下 这是胳膊 手在哪呢 手在这儿 画大拇指 像一个斜斜的N 剩下的手大概这么长 做一个标记 然后用一个C 把它连回到胳膊上 这边的手就画好了 现在画右边的手 我们画一个折的线 从空位出来 下面的胳膊呢 也是要穿过这个空位 然后画手 先画一个斜着的N 作为她的大拇指 然后画一个反过来的C 连回到胳膊上 很好 甜甜圈妈妈的轮廓就画好了 里面呢当然是甜甜圈宝宝呢 我想让她看着甜甜圈妈妈 所以她在中间靠左一点的位置 斜过来画两个弯弯的眼帘 甜甜圈宝宝呢 是侧着看着妈妈的 所以呢 画眼睛的时候 我们也要斜的 把线画下来 用弯线连起来 右边的眼睛也是一样 这次画眼睛里面的椭圆形时 她要看着妈妈的方向 高光的周围再次加深和涂黑 也给甜甜圈宝宝 画上一个小笑脸 和眉毛 像不像甜甜圈妈妈 在抱着甜甜圈宝宝 我们也给甜甜圈宝宝 画上小手 先画两根小短线 然后画上大拇指 然后一个C作为剩下的手 另外一个手呢 我们要斜一点 跟着这个手斜上去到这 然后也是画两根小直线 画上大拇指 和剩下的小手 甜甜圈妈妈和宝宝的轮廓线 就画好了 现在我们涂颜色 我先用了粉色 来给妈妈涂上她的小脸蛋 和粉色的嘴唇 也给宝宝涂上粉色的脸蛋 将给甜甜圈妈妈涂上粉色的糖浆 先用深粉色 画一些歪歪扭扭的波浪线 在这里绕开她的小脸 然后再接着画波浪线 试着把前后的波浪线连接起来 接着用浅一点的粉色 在糖浆的部分呢 画一个小的正方形和长方形 在对面的糖浆也画上 长方形和正方形 这些留白会让粉色的糖浆 显得滑溜溜的 接着用刚才的浅粉色 把糖浆的部分都涂满 先描出她的轮廓 再涂中间的部分 为了让甜甜圈更立体 我会用刚刚的深粉色 在它底下的轮廓这里 再加强一些 在粉色的糖浆下面呢 就是甜甜圈本来的颜色 就像面包的棕色 脸部的细节很多 所以在这里涂颜色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哟 这就是甜甜圈妈妈了 现在我们画甜甜圈的宝宝 宝宝呢 我想画出蓝色的糖浆 所以我用了一个深蓝色 描出糖浆的位置 接着用浅蓝色 来画出宝宝身上的糖浆 记得要留白 让这个糖浆显得更加美味 在糖浆底下呢 甜甜圈宝宝是巧克力味的 所以呢 在上下的部分 我们给它涂上深棕色 为了让甜甜圈宝宝 显得更加立体 我也用刚刚的深蓝色 来给甜甜圈宝宝的轮廓 加深了一下 甜甜圈妈妈和宝宝 是不是很可爱 因为这个是母亲节的画呢 所以我们要画上 母亲节快乐 我写的是 Happy Mother's Day 小朋友的妈妈也是像这样 爱护着你 保护着你 所以也请你 用五颜六色的彩色笔 来给妈妈写上 祝福的画哟 最后再画上一个红桃 就完成啦 你做的真棒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点赞和订阅 下次见